在2020年11月28日發表的一個中國航天科學雜誌裡面 Chinese Journal of Aeronautics 裡面 中國科學家發表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引起國際廣泛的注意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這篇文章是講出 怎樣中國科學家找到一個方法 設計一個自然呼吸的引擎 可以工作在16馬克以上 或者不要說以上 運作速度可以去到16馬克 16馬克即是16倍音速 目前來說 我們所說的超音速通常是音速的2-3倍 在這個範圍 我們現在一般來說 在航空上面 我們文航機的飛行 是雅音速 即是沒有音速那麼快 那用什麼呢? 用窩傘 窩輪發動機 一樣是噴射引擎 不過就是用窩傘 把大量空氣抽進去 噴射引擎 除了是利用噴射 做推力之外 亦都靠它多餘的能量 來索取大量空氣進去 小空氣也都加速 來做推進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文航機的引擎效率的辦法 但如果去到超音速的時候 這些窩傘 發動機仍然可以用到 大約是兩倍 兩倍 三倍音速之間 一個到這個速度之後 就沒有辦法再工作了 因為它進來的 氣流的速度 是遠遠高過 風扇所能夠抵受的程度 因此會轉到一種 叫做Ram Jet Engine Ram Jet Engine 將空氣衝進去引擎 引擎後 引擎有一個燃料室 燃料室 噴的燃料出來之後 就可以點火 因此點火之後 因為燃料點燃了 所以會膨脹 加上燃料燃燒會膨脹 那麼熱力的膨脹 和燃料的膨脹 使得 產生推力 因此可以推動 飛機 或者向前走 那就是Ram Jet Engine 好可惜 Ram Jet Engine 工作速度 大約去到3.5克之後 就發覺它的效率非常之低 原因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 你在那個 氣管裡面 當你點火之後 那個 進來的空氣的溫度 已經是高過燃料燃點的溫度 因此燃料就會向前推出去 而在這個角度 產生一個 速波 等於 我們在船上 我們看到船前走的時候 後面有一個很大的波浪 這個衝擊波 就會使得引擎的效率下降 這個效率下降到 根本 去到大約3.5克 去到4.5克的時候 基本上 推力變成0 在這一方面 美國也做過不少的實驗 他們的實驗結果 都沒有辦法突破這個瓶頸 主要原因是因為 因為點火之後 那個 當你這個 溫度向上升 所以燃料就會 一直燒 去到前面 燒著之後 根本就沒有辦法再進來 於是引擎會死火 死火之後 就點不回 那你就沒有了 動力 於是就 沒辦法再推進 在明白了這個問題之後 中國的科學家 就想到一個辦法 在那個 入氣口裡面 做一個斜板 而利用噴射 進去這個斜板之前的 燃料的不同濃度 而使得那個 點火 就在斜板的後面 因此如果產生衝擊波的話 衝擊波就不會去到引擎前面 因此就不會食火 而現在 亦都因為中國是有超音速的風洞 雖然這個風洞可以維持的時間比較短 但它仍然有這個風洞 所以可以通過這個風洞 做到一些實驗結果 這個實驗結果就正說了 公佈在這個 中國的航天科學雜誌裡面 在這個集中公佈之後 BBC那邊 都一樣引起了注意 我跟大家讀少少 BBC前面那段說 中國研發出十幾倍音速的高超音速噴射發動機 研究員說 異議不亞於人類首次駕飛機升空 報導說 研究受到美國論文的啟發 當然要裸發一點點 給美國的威 但他們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中國科學當然解決了 中國的研究人員說 他們製造的飛行速度高達16個馬克的飛機 發動機 這個被稱為 暫立式斜爆衝壓的發動機 SOD Ramjet SOD就是Standing Oblite Detonation 就是引爆的 Standing 就是安緊的 不動的 Oblite 就是斜斜的 Detonation 就是根本不需要點火 去到那裡 因為夠高 它會自行點火 這個可以使得 如果這個 是發現引擎可以大規模工作的話 可以使得 新型超音速飛機 在起飛之後兩個小時 去到世界任何地方 這個 這個 16倍音速的話 每一秒鐘飛行是5.44公里 這個 就算不是用在民航機上面 如果用在軍事用途的 超高速導彈 有這個引擎的推動之下 就可以作有動力的滑翔 不是滑翔 有動力的飛行 這個 就會大大影響全世界所有的軍事平衡 所以這個不只是民用方面 在軍用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影響 中國另一個好消息 最近那些FORCE上面的好消息 好像每天都有 這個新的消息 其實已經發表在 過幾星期之前 是11月28日的 而今天已經是12月7日 已經是十幾日之前 真是很精彩 這一輪FORCE上面的消息 搖移民